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 討論超過240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 和提升小型工程項目撥款上限 有議員質疑項目上限由3000萬 增加到5000萬的必要成 但令人不是擔心有人看著這個數字 就是有大吃大用到盡 我覺得政府真的要有一個機制告訴我們 怎樣去控制這些工程成本 否則你的司令一放到5000 可能現在這一群2900多的就變成4900多了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的 我們內部還在談論 尤其是剛開始調升後 我們都會嘗試審視新開 超過3000萬的項目 那些整體小型工程 那個丁級項目 如果他們有這樣的建議 我們會做出一個審視